吴晨迪 咱看一下上海吴晨迪的这套跳马 它跳了一个前手翻 确定前翻转近180度 这是个9.6级平的动作 这是张鑫 9.10分 走了9.10 来看一下上海队的第二位选手张鑫 张鑫踏的动作和吴晨迪一样 唯一这个缺陷就是他的落地稍微近了一点 虽然没有落在超近区 但是呢落地的远近 它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远近这一点 来扣分 如果落在超近区要扣到0.5 但是并没有意味着你超进去以外 它就不扣分了 它还是要根据你的远近来扣几分 最高扣0.5 这个还要根据你这个动力性是不是强 动力性不足的话也扣你分 那么高度不够 要最高扣到0.5 那么中的位置是不是对 有没有先后 阳柳 河北地的阳柳 看一下阳柳这套自由操的动作 阳柳 第一个跟斗是弹身后悔两周 再下转3.6 这是一组难度的动作 0.2 蓄力后悔两周 又是个地组 第二个跟斗是弹身后悔两周 第二个跟斗是弹身后悔两周 阳柳的斜手动作 是剑子后手翻 接直体后攻翻转体1080 这是他那个开场的一个气桥动作 是弹身后悔两周 这被誉为是希望之星啊 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运动员 这个身体条件四肢很修长 条件也不错 好的 第一个片不错 实际后悔转体900 全身前悔转体360 这是个0.3的加分 做了一个猫跳转体720 马上这个猫跳转体540度 又是个0.2 单腿立转720 弹身后悔转体720 气力后悔两周 它这个运动被超越水平了 它很有表现力 艺术分在这个整个研设的动作里面站着很 0.3的这个分数 如果艺术分不好 最多可以扣到0.3 好的 人的位置 1080度 旁边的结束动作是一个剑子后手翻 剑子后手翻 直气后风翻转体1080度 是一个意图难度0.2 这样呢 我给它算了一下 它的起分分达到了 应该是9.1 应该是10分了 当然还是要以残算洋为准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心算 大概的估计是10分 现在是国家队队员了 这是江苏选手向雪蕾 现在是历称换握高杠 向往大换传地把八成反握手道 哦中传前传 哎呦 出现失误了 这样的造成了续摆了 这个分数就扣大了 在女子高低杠比赛里面 有续摆和无价值摆动 续摆一个就要扣0.3 无价值摆动就是往前摆动的时候 在回摆以前没有形成个难斗表上的动作 只扣1.1 刚才是属于续摆了 这分数就扣大了 刚才就在中传前传 好的 后摆 团传前传 就这一动作没做好 后摆团传前后摆两周的同时 再专第180度 9.9起评 9.567 10.05 上学影得了9.217 这个起平分是10分 这个起平分差的越多 说明他这个完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错误就越大 双腿分腿前攻翻 好的 高岗圈上摆倒立 先后大不还 这里放开两周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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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